以為人父的周柏豪 這日為抗疫歌錄音 提到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多了時間留在家裡陪女兒 柏豪都很珍惜這段親子時光 好像初戀一樣 剛剛三個月 看著她每一天都不同 有很多變化 出門樓時跟她說 爸爸走了 今晚回來了 你加油 她就嘻嘻 是很膽的 完全是 那個畫面 我想我一輩子都會記得 而且完全是無價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很感恩 為了要保護家人避免受感染 柏豪還試過整個禮拜 都戴著口罩睡覺 一回到家第一件事 不是打招呼 不是好寶寶 是立刻衝進洗手間 洗澡 覺得自己是最乾淨 才會出廳 跟他們打招呼 我連覺得打招呼也不想 我想是乾乾淨淨 才跟他們有接觸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不太舒服 我都戴著口罩 和有分房睡 都戴到耳朵背流血 我的化妝師說 你為什麼耳朵弄到這樣 我都不知道 原來我是因為戴著口罩 整個禮拜戴著睡 戴著流血 那個禮拜比較辛苦